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a 今天是3月26日 星期四 近期道指仍然在过山车的状态 但情况好像好了 连升两天 道指星期二急升11.4% 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升幅 而昨天亦急升超过1300点 但最后收市升495点 看到近期市场升又暴力 跌又暴力 其实这个状态也是红市的状态 这个红市会走多久呢? 我今天会在这段影片跟大家讲一讲 还有有什么指标大家未来可以留意 首先看到以统计的角度来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股市总共出现了超过12个熊市 按收市价格计 平均跌幅大概是32.5% 而熊市平均的持续多久呢? 大概是14.5个月 然后熊市完结了 好了 平均是用2年的时间去到之前的高位 最近一次 即是不算今次 最上一次金融海啸的时候 熊市的区间就是2007年10月 到2009年的3月 当时股市下跌了57% 刚刚也提过 那么多年以来的熊市 平均跌幅是32.5% 其实呢 今次的道指由高位跌下来 已经是超过了32.5% 但是时间上来说 以平均14.5个月来说 现在仍是跌了一个多月左右 那你说 那个熊市会不会只是走过一个多月呢? 那当然 你没见过的东西 你不可以否定 一定是永远不会发生 但是理论上来说 你说那个空间和未来的日子 大家都要看一些关键的 你说有没有空间呢? 其实还是会有 因为其实一个多月的熊市 真的比较 真的大家都没见过 可能那个几率 大家要想有多高 那未来呢 必须我们要密切留意大市的几个关键 第一 就是如果 in general来说 两短一长 两个指标是看短线 一个指标是看长线的 两短分别哪两短呢? 就是美汇指数和避险资产的价格 因为这两个指标呢 是比较好可以反映到市场流动性的状况 那看到了 那个美汇指数呢 都是现在去到100了 跌回到100了 而一些避险资产价格 我们看到的金价呢 差不多上升到1600这些水平 而比特币呢 亦都是由上星期的低位 4900元 现在升到6600元 那反映现在流动性呢 是稍微有正常的情况 对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 但是你说熊市真正是见底味呢? 其实最主要都是要看新冠肺炎的状况 因为看到其实肺炎在不同的国家发生 每个国家都有他不同应对的方法 好像中日韩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措施 但是美国呢 其实相对上他们的反应是比较慢 特朗普在这些方面 因为他是一个不信专家的总统 他搞经济就不信经济学家 那么他今次搞医疗呢 都好像不是很信医疗专家 他就最信他自己的 最近他就说了 这个防疫隔离措施 去到复活节可以松绑 但是呢 其实卫生专家也有说 就是说如果政府想放宽 现在一些公共场所 或者是出入口的限制 或者是运输的限制 其实呢 要需要很多额外的措施 例如你首先要有数据 你要有数据 就是要大规模去追踪这些病毒感染的源头 以及实施病毒检测 但是这两件事呢 其实目前来说 美国还没有一些足够的相关的配套 不过其实 看回这个疾病 那个死亡率那一方面 目前来看 如果以死亡个案 除回它的总确诊个案 目前中国大约4%左右 意大利10% 美国看来就是偏低的1.5% 但是 你说总确诊个案来说 现在呢 中国算是一个衰退期 因为 有很多区分 是连续几日 已经是没有确诊个案 那么中国现在 总确诊个案 就是8万1左右 直至3月26日的数据 8万1 那么美国呢 就是进入这个爆发期 6万9 所以 美国的总确诊个案 会超越中国 是一件绝对不奇怪的事 而且 美国的措施 也没有中国那么严厉 那么 我们也要看回 其实 不可以只是说看总人数 如果你以人口密度来说 那个美国 其实一早已经超越了中国 所以你说 对于这个 疫情和股市的联动性 我会比较合理的推测 就是 当一个国家 它的确诊人数 是达到它高峰 但是 它那个 新增的速度 已经开始放缓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股市 慢慢的波动率降低的话 其实 都是意味着 距离大市 真的见底不远 那么我会看 真正见底的话 港股会比美股是早的 因为虽然港股现在是受外围拖累 但是目前来说 这些新增 确诊个案 以及 这个 疫情 都已经初步控制到 也没有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而 一些 恒指重磅成分股 例如 腾讯 以及一些中国业务比较多的公司 其实 对大市 也是 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而 你说 受疫情影响的负面因素 相信 我相信未来都会消退得比较快 再加上 比较重 我会看重的原因 就是 北水 包括一些中国的社保 保险基金 是陆续入市 因为我们看到 这些北水是无间断的入市 它们不是油脂 它们不是大妈 而是 真是一些institutional investor 它是一个很constitent 入港股的一个情况 所以 我看港股 相对上 会没有美股那么暴力 带上大落 会为港股带来一个 比较好的稳定作用 那 今天的分析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就按一按 subscribe 我个人的专业就是 MILAYUEN 你们在Facebook搜寻了 那里会有我比较实时的分析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 我们下个星期四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